翻着牙科未教投书 小朋友的目光却不时被电视给吸引 兔子 狮子 你觉得可爱吗 蛮可爱的 用动画呈现上面来说 对于孩子很容易亲近 他们对他们来说 去跟他们讲一些想要让他们了解的知识 他们也会比较容易吸收 为了不让树牙影响跳跳的健康 除了 轻快的音乐搭配Q版的动物人偶 从小朋友的图服到银法族的假牙保养 在整间播放的这一系列胃教小动画 全都是由健康萌所制作 刷牙是我们每天都会做的事情 但是你真的会刷牙吗 是听后来那个树原类的声音后来要改吗 树原类的声音吗 对 要请他从未来的 所以就是医学跟胃教不用讲到好像很尖声 好像很越听不懂就越厉害 不对我们胃教师要让人每个人都知道 胃教或健康的重要性 连小朋友都懂 那这个才是好的一个胃教影片 一手创办健康萌文立拥有胃教博士学位 过去在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社区医学部工作 深入社区推广胃教 那时候就做了影片很动画 后来经由这样来做的时候发觉 成效还蛮好 而且医生 医护人员他们也觉得说 这样他不用一直重复再讲同样的话 那病人也可以针对他的这些影片物体 再做一些讨论 看见胃教重要性让他有了创业念头 还找来年轻心血一起加入 我那时候没有什么迟疑 因为我当初会选择在 慈激医院的社区学部工作 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点过动 就是我很喜欢在外面到处跑 或者我不喜欢我的工作是坐在办公室的 然后我很喜欢接受一些比较新奇 刺激好玩的东西 他这个牙套我就觉得画得跟实际上 在做矫正的时候戴的维持器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都不能做 因为我带过 2017年成军与专业动画师合作 健康萌在影音平台上 已经超过100部影片 一开始针对时事制作 内容包山包海 一年后调整营运方针 我认识很多企业的导师或什么 后来我就觉得应该要focus一颗来做 台湾的诊所现在是牙科最多 牙科大概占了六七千间 因为真的听到太多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怕 就是看牙医这件事情 全台两万两千多间诊所 牙科占比高达四分之一 健康萌制作一系列 秒懂牙齿的胃脚知识 在牙医诊所播放 让患者看牙的恐惧一扫而空 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然后可能可以透过动画的方式 比较可以了解 那个就是牙齿的一些讯息 因为平常不会去搜寻 AE我的牙齿 医疗都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东西 所以一般民众他不会有想象 说我的牙齿会变成什么样 看到他们的影像是有一个图像化 你可以直接让患者知道说 未来我的牙齿可能 医师要在我这个牙齿上面做 做什么样的处置 在真正看诊的时候 比较知道自己要问医师什么 从民众角度出发 贴近人心的卫教内容 拉近硬币关系 也让医疗产业有更多不同的可能 在 DRC上头不断 到这里 让我们走在路上 年轻领地 mange 大挥之间 就像这样